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今天依旧带大家先来掌握几件国际上的大事起 那今天跟我对谈的我也赶紧来介绍 是记者叶伟成 伟成好 一伦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伟成你知道我们刚开始要讲什么话题吗 当然还是无二战争 没错 无二战争每天一文要告诉大家最新的状况 好我们之前都一直说 这个乌东的巴赫姆特其实是两军最激烈的地方 但是持续是僵持不下 确实现在根据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方说 其实从去年六月以来 俄罗斯这边就俄军试图要夺取巴赫姆特 所以目前看起来已经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 那也没有说有夺下 只有这边讲说几个边界 常常就是话术来话术去 也不知道到底他们占领了哪里 反正这种听起来就是没有夺下巴赫姆特 那所以这个乌军也说 他们其实也是困难重重 但这座城市仍然是屹立不了 好屹立不了当然是乌军这边讲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有把他把持住 没有让他被俄军来攻陷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乌军的这个 总参军情的这个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他怎么说 我觉得他说的讯号蛮多的 我们先看到上面这部分 他说三月底的时候俄罗斯的另外一波冲的东春攻势失败 所以等于是说俄罗斯有发动一波的攻势 但是没有成功 然后他的目标还讲很明显 他其实当初三月底的目标是要攻进盾内刺客还有鲁干斯客 就是乌冬地区 那也是失败告终 那目前俄军就不具备了战略进攻的潜力 就他已经没有办法进攻了 那他就只能转向防御 好防御哪里呢 就是被乌军这个破坏乌军收复的国土 例如像是克里米亚半岛 他们可能就要防御 不要让乌军进攻 或者上面有占了几个村庄 他可能就防止乌军再夺去 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那他现在也有说 其实很多网上不是都有讲说 他们取消什么反攻的谣言吗 但他说No No No 不要听信哦 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 而且时间点已经给出来了 就在春季末 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就会进入克里米亚半岛 好就快到了 很明显就是我才管你 我们现在就是要马上的进攻 可是我觉得他可以这么有自信的说 也是可能西方的军援差不多到位了 然后人也差不多训练完成了 所以目前他们是极度有信心在战场上面 那我们当然看后续的状况如何 对 但是乌俄战争还是持续的在打 我们知道乌克兰以前在小时候的地理课 本上是有提到它是欧洲的粮仓嘛 那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再加上这几年的这个气候变迁 真的让全球的稻米真的是来到了20年来最严重的短缺 所以米价恐怕会飙升到明年 到底要涨多少东西呢 对 但是我觉得台湾可能影响比较小一点点 因为台湾本身就有种稻米 也很少吃进口的 或是除非是日本米比较多 所以这个台湾影响可能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其实整个亚太地区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国际信贫机构他们就有说 这一次的这个稻米短缺 除了是刚提到的20年来最严重 缺口是高达了870万吨 可能会影响到尤其是亚太地区的35亿人口 所以米价呢会来到10年来的最高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米价有多高 大概就是美英弹17.3美元 那英弹是这个单位是指大约45.4公斤 那预计在2024年之后才能降到14.5 那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10年最高 对 所以可能有蛮多的国家 要需要进口稻米的国家 真的就是有点苦哈哈了 那刚刚提到除了乌尔战争之外 还有就是主要产国极端气候 但是中国去年7月之后 有发生强降雨跟洪水 那至于这个巴基斯坦呢 它也是有发生严重的洪灾 所以稻米产量已经下跌了超过三成 所以呢他们影响到了很多的国家 像是巴基斯坦 土耳其还有叙利亚 都出现了高粮价以及通货膨胀的情形 就怕台湾万一也发生了这个稻米缺少 因为我们缺什么就得进口 可能到时候就会影响到台湾了 对 希望不要 因为不然这个生活真的是越来越辛苦 对 但怎么样都没有乌克兰这边辛苦 因为他们是正在战争当中 好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春末的时候 要来反攻嘛 这是乌军这边的高官讲的 好 确实这个现在应该算是已经展开了 那CN的记者也有到前线来采访吗 我觉得记者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因为他希望能透过镜头 让观众朋友了解第一线的最新战况 但是他们的坐车还差点被俄军的炮火击中 所以这个记者一度跟制作人还失联了 不过还好只有10秒钟 CN记者到乌冬前线采访 收到警告将有炮火来袭 赶紧上车离开 然而没多久炮弹就真的落下 炮弹就落在采访小组的两台车之间 记者搭的车辆被爆炸冲击震的跳了一下 级毛年系坐在后面第二辆车的制作人 询问状况如何 却一直没有收到回答 幸好静默了10秒钟后 无线电终于传来了回音 然后看到第二辆车终于从后方慢慢跟上 最后采访团队全员一起平安撤离 然后来到这间地下室 这是镇上唯一还有水电的地方 乌克兰副防长表示 俄国正在巴赫姆特加强空中的攻击力道 当地守军日夜遭到炮火密集轰炸 俄军甚至动用了国际禁用的武器零弹 现在乌军在巴赫姆特掌控的地区 只剩下不到30% 但乌军的春季反攻行动已经展开 只是不会公开详细的时间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来到白俄边境视察 鼓舞当地部队强化边境地区的防卫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道 在这个乌俄战争里面 中国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对于俄罗斯来讲 当然中国一直都没有明着讲 但好像似乎有一些 像是刻意跟俄罗斯购买能源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 试图来津援俄罗斯的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之前有聊过 好像是不是中国有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用钱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把这个俄罗斯变成他的小弟的感觉 应该算是小弟了吧 对应该已经是了 那现在呢 俄罗斯现在有文件曝露说 他们也开始觉得自己 有一点过度的依赖中国了 现在知道太迟了吗 对应该已经都已经 就是来不及了 蛮大一段时间了 好这是一个俄罗斯数学发展通讯 还有大众传媒部门内部 从来没有被披露的一份报告 是被这个蓬勃资讯来揭露 那他们是说有这个高阶官员呢 优先像是华为等中国企业 可能会主导俄罗斯的市场 对资安网路构成风险 确实是真的太晚了 因为我们大概好几年前就在担心这件事情 你看西方国家早就已经开始对他进攻了 对都不能卖晶片给他了 对 那现在一直以来像是美国或是欧盟 都有对他进行贸易制裁嘛 所以俄罗斯他们为了维持他们有一些其他的 他们国内无法制造的一些科技的技术 不管是晶片啊电子产品 或是网路设备等等 他们有试图透过第三国家 或者就是例如像是中国刚提到 还有就是可能香港就像洗晶片的一个方式 然后进口零组件 但是呢他们这个也决定要加强这个制裁力道 所以之后俄罗斯要透过第三国来洗掉这个 这个来进口这些先进技术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所以就欧洲官员就直接讲了 其实俄罗斯呢因为这些东西的需求 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所以这个状况真的是非常复杂 对 好那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更复杂 除了俄乌战争 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因素之外 台海是不是也是一个危险地带呢 其实我们身为在台湾生活 我们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蛮长几十年来都在讲台海非常有危机 但是我觉得现在东南亚国家有点担心 我们看到这一位是沈云森 他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其实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 那他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蛮好的 那他最近也讲说 其实台湾是一个最危险的冲突点 他其实之前在疫情期间也有讲过类似的话 不过他最新的这个说法大家又把它拉高来看 因为目前这个两岸确实比较紧张 好那除了新加坡之外 我刚才讲的东南亚国家包含印尼 他们也有媒体在报导说 这个官方有在拟定这个撤侨的计划 甚至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直接 官方出来说这个他们也有在拟定 像15万名的这个侨民如果遇到了台海战争的话 可能要把他们撤到比较靠近台湾的军事基地 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并肩联合军演 除了设时弹还演练怎么处理大规模伤亡状况 地点就在距离台湾400公里的海军基地 基因尼传出由你撤侨计划 现在菲律宾国防部长也证实 如果共军武力犯台 可能把在台菲律宾人撤到指定战略据点 担心台海开战的还有新加坡 李显龙国会演说提台湾 认为美中关系短期很难回温 就怕误判台海擦枪走火 和平反战挂嘴边 前文化部长龙印台投书纽约时报 提到台海问题让朋友之间反目 台湾应该走出美中对立 用务实的态度和大陆和解 文章最后龙印台说 明年国民党胜选两岸关系可能缓解 至于民进党赢就很难说 显然对2024表态了 而亚洲以外国家同样关注台海 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态度强硬 接受卫报访问时说 他完全不同意台海是中国大陆内政问题 TVS新闻综报导 好也因为战争可能会四处爆发 所以各个国家其实对于军备 都在不断的加强当中 但是我觉得物恶战争也引发大家说 现在这个战场已经转换了 这个不对称的作战 其实才是一个蛮大的关键 那不对称作战里头 还有一个重要的武器 就是无人机了 其实最近台湾无人机蛮好 你看无人机相关的这个概念 都是标标标高啊 还有这个五月不是说 美国有人要来谈一些无人机吗 好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其实他们也是超英赶美速度 在做这件事情 好他们有一个美国 我们这个美国有一个 国家地理空间的情报局 他们有一个评估报告 因为最新这个评估告出了之后 大家就开始在讨论 中国大陆无人机 似乎真的蛮厉害 他们从中国大陆 为在东部军事基地 拍到了两架无针吧 所以他们说 这个似乎有一点点 要成立第一支无人机队的讯号 而且是在东部的军事基地 这很明显就是要针对台湾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 对台一个主要的作战部队 好我们先讲这个无人八 无针八对不起 无针八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高海拔的侦察无人机 蛮厉害喔 能够以音速三倍以上的速度来飞行 那可以干嘛呢 可以协助解放军 收集及时制图的资讯用于规划战略喔 所以它可以加大中国大陆的监视能力 好有人或许知道说 这个无针八曾经有亮相过 什么时候是在2019年北京这个 中共这边建党70周年的时候 曾经亮相过 所以它应该已经是一个 有完整东西的部分 但大家就在讨论说好 那你说成立第一支的无人机对 究竟主力的这个无人机有什么呢 我们也列给大家看喔 其实包含喔 它们有这个翼龙系列的无人机喔 它是主要是侦察跟攻击 然后它们还有一个叫做 利剑无人机 它们是主要是隐身性很强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暗箭无人机喔 它是具有这个超音速 然后还有超高机动能力喔 诶听起来蛮厉害对不对 但他们说这个案件无人机 只有曝光过模型 还没有看过实体 但是这个几个感觉就蛮全面的啊 如果它要用无人机攻击我们 甚至之前不是马祖 它也有无人机去绕吗 还拍我们这个丢石头吗 所以看起来如果要对台作战的话 无人机是一项非常好的力气 所以我们台湾自己要加油 这个无人机产业 也是要超音感没有 要超过中国大陆 好那当然最近呢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无真八对不对 好像很奇怪还有一个叫 无真七的无人机喔 这个共军最近的环台军演 他也就曾经越过海峡中线 正场上的千里眼看得远打得准 乌克兰用无人机击中俄罗斯的火炮发射车 屡次建功 当然敌军俄罗斯也懂得用同样招数 俄罗斯除了倚靠伊朗无人机 中国大陆似乎也悄悄悄悄参战 这架被乌克兰士兵以步枪击落的无人机 最初就是在中国大陆设计制造的 中国厦门云伦智能科技生产的木耕五型无人机 尽管这间公司强调自开战后 他们就不接乌克兰或俄罗斯的订单 不清楚产品怎么会流入战场之中 不过无人机武器化的效益 已经在俄乌战场上得到验证 更确立了未来各国都会重视 加速无人机的军事应用 当中最积极的莫过于中国大陆 还记得去年八月底 对岸有民用无人机侵扰我金门防区 镜头把国军阵地内的简报图台 基建识别挂图排得一清二楚 取得资料是否真为解放军侦查 情资所用很难说 但是华盛顿邮报报道 指出美国五角大厦这一波泄密文件 对台湾的国防准备很忧心 其中最新一篇报道指出 大陆解放军已经建制好一支超音速 无人侦察机部队 在可能发生的两岸冲突当中 要执行对台勤搜任务 其中还点名要派上场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无真八无人机 在2019年中共庆祝建党 70周年的阅兵典礼中亮相 无真八当时还被外界认为无法完整运作 如今整架无人机的性能和用途似乎更加明确 我们看那个飞机的机背上 它有两个吊挂的环 这两个挂环就是标准的挂在轰炸机 或者大运输机的上 所以它是要别的飞机带到空中 然后把它投放下来 华游报道泄密文件中曝光了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评估报告 指出去年8月的卫星影像 拍下了大陆东部一座 隶属于东部战区的军事基地里面 有两架无真八 还曝光了预计的行动 是以轰6M搭载无真八 到台湾的东部 以及南韩首尔的西南方进行倾搜工作 非常贴近卫星的视角了 但是它又比卫星的高度低 所以对地面的侦查细节的发现 它有好处的 无真八最初亮相的时候 就号称能以超音速三倍飞行 并且可以在高度20到100公里的 临近空间执行任务 还被大陆称为太空无人机 在空中有双二的门程 第一是两万米的升线 第二是两马赫 说明了最后在周边 起用大方也高速的侦查 它有非常独特的功能 现在又出现在五角大厦外泄文件中 尽管美国国防部对于文件的真实性 一概不评论 但若真启用 势必更加强共军监控侦查能力 成为我国国安一大潜在威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接着我们用Googlechats带你来热搜看看 韦成跟我们一起来搜搜看 各国的网友都在热搜什么话题 我们第一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福斯新闻 那他们在18号的时候 以这个7亿8750万 也就是新台币高达240亿的这个金额 来跟这个投票科技公司Dominion来提出这个和解案 那实际上是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大选 大家还记得川普跟拜登当时打得如何如荼 然后后来因为拜登其实 因为他们的投票制度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是不一定要每个人到现场去吧 那时候有发生 就是有一些阴谋论指控说 拜登阵营好像有跟这些的 投票的科技公司挂钩 然后所以导致最后川普就输了 但是这些这些计票公司 当然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指控我呢 污蔑我 那时隔了几年 你看现在2023年 然后他们就是决定 以这样这么高的240亿元的金额去和解 那主要呢 他是可以避免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福斯新闻的老板 就是这个媒体大和美朵嘛 他已经92岁了 如果让他站上就是那个听政喜 那可能这个画面是不太好看啦 但是可能福斯新闻他们没有因为这个和解案这件事情就结束 因为告他们的不止一家公司哦 那甚至是还有这个福斯的前制作人也控告他们福斯的律师曾经要求他在法院上面做伪证 所以这个福斯新闻可能之后还有这个官司还有很长的路要处理 对所以看起来这个我知道这阵子哦 美国跟台湾都蛮关注这样的新闻 因为确实感觉这个跟川普嘛 因为马上又要选举了 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讨论度也蛮高的 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end 好为什么是end 结束好明确哦 谁结束呢 是Netflix这个影音串流的龙头哦 我们知道他之前是DVD出租起家嘛 那走过25个年头哦 他就正式终止了DVD的邮寄服务 韦诚还记得以前DVD的租借时代吗 有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有去百世达租过 对可百世达那时候还算贵的对不对 还有很多那种零零星星比较小型的 有像亚裔啊 或者是比较更独立的那种店 没错 他们2019年哦 其实还出租了第50亿张的DVD 还为此庆贺哦 那后来呢这个DVD的租倫业务 也是贡献了4600万美元 大概是14亿的新台币左右 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 已经下滑到1.45亿美元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继续下滑 好那当然现在 谁还会再借DVD嘛 对不对 都是看这个网路哦 不过像是有一些美国农村地区 有一些地方的网路是不稳的 所以其实还是有这样子 实体DVD寄来的过程 然后很多人说这是现代人 享受不到的浪漫啊 不过因为这真的是急速下滑 也几乎没有人在用这个DVD的邮寄方式了 所以他们也正式终止了 DVD的邮寄服务 等于是一个时代的眼泪正式告终 所以才是end这个热搜的关键字 成为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日本 那日本的关键字就是苏丹这几天的国际行为 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在发生了这个内战的关系 所以而且越演越烈 死亡的人数到台湾时间的19号 已经超过了270个人 而且超过2600人来受伤 那这个国他们国内的这个治安也就是越来越恶化 所以日本政府就宣布了要开始派遣自卫队的飞机到苏丹 把日本的侨民接回来 那目前苏丹境内大概是有60名的日本公民 那这个他们的内阁官房长官有开记者会是说 目前没有接到有任何就是日本的公民 在这样这样子的内战里面受伤 但他们也知道其实就算发生 就算没有受伤 在发生内战的地方 你要获得食物跟水 或是确保接下来的安全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才希望把他们这个国民赶快都接回来 所以就是日本人也很关心这件事情 对我有看到一个相关报道说 这个两大山头军派这个军阀感觉像军阀 在争权夺利最苦的是民众 对民众死伤无数很可怕 好我们再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关键制是东滩租屋诈骗 租屋诈骗就让我想到台湾也蛮多诈骗 最近我还听到一个新闻是说 好像有人是带他去看房子 就诈骗他把他囚禁这种的 好像台湾现在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那韩国的诈骗状况是什么呢 这个是在南韩经济道 华晨市的东滩警察局 他们说陆续有接到数十起的民众报案说 被租屋诈骗了 他们是这个东滩的一处公寓的成租人 他们在几个月前这个租屋起满之后 没有收到房东退回的保证金 那这个房东疑似是一对夫妻 他们在经济道有多地置产 所以名下有多达250间房 真的是包租公包租婆 好那他们也委托了一间房屋仲介来管理 结果这个房东好像缴不出税金 所以想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转让 但是他们委托的这个房屋仲介都倒闭了 所以这个夫妻竟然是直接传简讯给成租人说 拜托你们买下房屋对不对 然后但这个举动这个房客就拿不回他的保证金 然后还需要再承担房屋基建的2000到5000万的韩币税金 好大家就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个诈骗呢 明明就已经买下房子了对不对 好其实因为他们这个韩国的租屋 有月租也有全租型的 就有月租房跟全租房 月租房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每个月缴给房东的钱 但他们的全租房 就是你缴房价的三到八成保证金 就例如说你这个房子的套房是100万台币的话 大概就要缴30到80万的台币 这个叫保证金你就跟房东谈 但是之后都不用再缴房租了 就是月缴管理费跟水电瓦斯就好 所以有些人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是划算的 那我向往是看了一下说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时候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 等于是房客先借你一笔钱 可以让这个房东去做额外的投资 他就不用跟银行借钱 因为当时银行也不借一般的民众 所以这是后来韩国特有的一种租屋文化 结果现在让很多人就是受骗 因为他可能已经缴过这个保证金 但是后来在买房子之后才发现 房东还欠这么多钱 然后我那笔保证金又缴不回来 所以这个部分让韩国人蛮关心的议题 所以成为了韩国的热搜 对啊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他们要正常生活都没办法 因为像他们自己讲的地域韩国的这种感觉 没错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香港 他们这个发生了港岛停电 就成为他们的这个热搜关键 所以看来不管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 停电都会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个香港的港湾区在19号凌晨的0点45分的时候出现了电压骤降的状况 所以电力就中断了 然后整个区域呢就停电 那大家知道停电会造成什么事情吗 就是可能基地台没有讯号啊 路上没有路灯然后或者是没有红绿灯 对啊最严重的就是网路不能用 大家应该最关心这件事 网路比马路重要 这倒是真的 而且因为它这个停电的时间是在凌晨的0点45分 那它虽然只停到一点 这一点左右 所以只停了大概15分钟 很快就恢复了 但大家还是很不满 因为这个时间 虽然说早不早 但说晚也不晚 也有很多人可能还在外面就是行走 或是还有一些活动这样子 然后就有很多人 就是可能被关在电梯里面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这个当地的居民就觉得很生气说 诶这个香港的两家电力公司 在三月中的时候才涨价 那一户每个月的电费 可能要多台币六十几块这样子 那你涨价 那为什么这个电力没有办法好好的维护好 然后后来这个电力公司有才说 其实是他们在凌晨在进行保养的时候 有这个设备故障 所以才导致停电 对像我们四月也涨电价 所以如果接下来六七月也缺电或跳电 我看大家也会 会疯掉 因为很热 很火烫 对 好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闫青标 闫青标大家都不用讲了 这个台湾人都非常熟悉他 不过他会上热搜关键之后 跟大甲正南宫自然是有关系 其实大甲正南宫是 睽違三年再次这个绕境重新开炮 那大家这个他是这个灵魂人物嘛 董事长彪哥 他其实身体没有很好 但他还是亲自出席的 但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画面上蛮虚弱的 然后走路也比较缓慢 然后上台至此还需要别人在旁边搀扶 脸色也不太好 讲话也有点微喘 确实身体是有微样 那他原本是在高雄有这个送医有在做治疗 但他特别请假来参加这个大甲妈Kika燕 所以大家就很关心他啦 那他就讲说这个要来扛教说一声都好处理 不要用抢的 因为打架都算在他头上 然后这个场还看到那个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所以确实蛮有话题性的 所以成为了台湾的热搜 对毕竟要开跑了 大家可能也很关注到底会不会打架 因为好像变成例行公司都会发生的 对所以还是冷静一点大家 对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新加坡关心的是 好莱坞影星强纳森梅杰斯 那就稍微回顾一下 他就是在主演这个漫威电影 这个蚁人与黄蜂女 量子狂热中饰演大反派征服者康 那好他演了这一部这么火红 就是这么受欢迎的电影 当然好像要火红起来 然后上一次刚好上一次 上一次是我来跟大家讲说 他有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有发生家暴疑云 所以就被逮捕 当时的这个经纪人还说 这个指控很快就会被撤销 都是误会 但是没想到现在时隔几个礼拜 他现在已经变成就是 他几乎是完全确定说发生了 家暴的这种暴力行径 所以被经纪公司开除 所以现在外传的漫威也打算 可能会换脚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因为除了刚刚讲那部电影之外 他已经参加了洛基第二季影集的拍摄 而且预计拍摄后面的复仇者联盟系列 那一个人换脚 那恐怕牵动的影集就不在少数了 那可能也带这件事情 可能也让他后面的心路会非常的难走 所以真的要很谨慎的做每一个行为跟话语 好我们看完GoogleChain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亚马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AI还蛮popular很夯 那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都往AI这个地方窜 我觉得这个市场很大 所以现在亚马逊也有想要再做AI系列的东西吗 对其实因为台湾人本身 就是例如假设以拍卖网站来讲 比较常用的可能会是虾皮或者是雅虎嘛 对不对 那亚马逊这样子的网站在大家的心目中会 最近这几年大家会比较印象深刻 可能是因为那个广告吧 就是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TotoCosmin它的成本只要多少钱 虽然我不是数学家 但听起来很棒对吧 大家还记得这个广告对吧 可能要开个小框 replace 对就是要稍微回想一下这个网站让亚马逊很红 但是其实像所有的网拍平台都是一样的 他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不出门了 所以在让他们在这几年扩张的很快 当然收入也很快 但我们现在疫情要几乎可以说是结束了嘛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这个收益的情形也开始在走下坡 似乎这个获利的时间已经终结了 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今年呢 他已经要进行第二波的裁员 最新的是3月他们宣布要裁9000人 然后其中包含了人员体验跟技术部门 还有他们吸益力最强的云端运算部门 稍微等下后面再跟大家讲这是什么样的部门 但我们回顾到从1月开始 他们就已经裁员了1.8万人 包含刚刚这个部门就被裁了两次 另外还有商店部门 等于今年才开始裁到第二季 他们就已经裁了2.7万的员工 占公司的总人数1.75%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说 有一些商业伙伴可能会认为说 这会影响到AWS的创新能力 好他们的这个云端运算部门 其实在他们的公司里面算是一个 营收非常好的一个部门 那普通的民众可能会比较少用到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拍卖网站 他是一个云端服务 可能有些公部门或私部门 会租用他们的这个云端运算的东西 然后来架设他们的伺服器 或者是网站等等 再讲这样大家可能就会 比较懂 比较了解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 好那因为呢在疫情的期间 这样子的部门是有点过度扩张的 因为大家开始发现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拍卖的网站 逛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就要租用更多的空间 好但是现在疫情结束了 所以大家租用的这个需求就越来越低 在2022年的时候 AWS的销售额虽然成长近30% 到了800亿的美元 但第四季的表现未达预期 也就是他们因为这个疫情结束的关系 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 但他们从2019年只有80万人 到2022年翻倍变成160万 这个扩张很快 对啊它是完全的一个翻倍 就有点像是公司扩张的太快 也有大量的这个人力成本 让这个公司的营收也更的变少 那他们公司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雇用的人数远超过获准招聘的人数 因为他们有两万四千多个职缺 但经公司核准的不到一万个 那这件事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因为在以台湾来讲 大部分的公司是人资有多 给你这个部门多少的缺额 你才有办法让多少人进来 对 但他们那个为了当时的这个业务扩张的关系 所以有点过度的在招聘这些员工 所以看到现在就变成有点像自食恶果了 你这个这么多的人他们现在不太不需要 所以就只好在今年一次裁了这么多的人 所以呢 呃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分析师就认为说亚马逊的策略现在变成 从这个不进成本的成长 变成以更高的利润模式来成长 但是他两次的裁员时间是一次是一月一次是三月 频频裁员也会让这个部门很动荡不安 一定是 你看我们现在就在讨论就代表说我们也觉得 亚马逊不对劲对吧 没有错 那现在这些云端服务其实也把AI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要必须在这个云端服务里面纳入更多的AI 好我们就像跟大家讲到其实最近这今年 从去年到今年这个CHAP GPT是非常的火红 对非常红 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就在讨论说 诶以后什么工作会消失什么工作会消失 所以很多的这个云端他的服务公司也在引进这样子的东西 加入他们的平台里面来提供他们的客户来使用 那亚马逊他们最近宣布合作的是这个纽约的一个新创公司 叫做Hugging Face 那他的Logo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爱的标志 诶 那他其实他这个这个当然台湾人可能会比较没有印象 因为他的他的对手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很火红的这个CHAP GPT Open AI 对对对 也是就是他是其中一个现在在发展中很受到矚目的AI工具啦 那他们是亚马逊是跟他们有这个进行一些这些的密切的合作 但他们执行长说双方签的不是排他性协议 也就一直是说他们其实还是可以跟其他的平台来进行合作 那因为亚马逊有很庞大的云端运算的能力 所以他们就可以合作来针对这样子的AI开发晶片 然后他就可以学习的更快 然后展现的更快等等之类的 那合作金额跟投资内容详细内容都没有公开 当然除了亚马逊他有跟这个Hugging Face合作之外 他其实同时也跟不止一家的这个AI公司有进行结盟这样子 那他们是认为说世界上不会不应该只有单一的模型 大家都希望会有广泛的选择权 那其他的这个供应商其实也都非常的积极啦 就是投资100亿美元4亿美元来到跟其他的这些AI公司来进行结合 因为AI可能会让这客户的体验更好 可以搜集更多的消费者数据啊 或者是情绪等等之类的 但确实是啊 因为AI的这个功能算是蛮强大的 对然后如果AI越多的时候 人力的需求可能就会下降 所以就是减少这边的成本 那他们就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接下来看到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那个广告 就像台湾人很依赖现在很依赖虾皮是一样的 像虾皮这几波涨了这么多次的手续费 大家疯狂卖家疯狂的骂 一轮一定新闻也有都播到 对大家都很愤怒 但是我们还是离不开 为什么就是套养杀 养套杀啊 养套杀 先养再套你再杀你 这个程序要对 OK 总之就是养肥的要把它套起来杀掉 亚马逊其实也是类似的那种感觉 因为亚马逊他们 这个拍卖的业务占他们的这个收入占比也是很高的 那他们他们的创办人呢 就是他后来有积极的投入金金融的服务来扩大 过扩大他的生态系统 不管是对卖家或者是买家 其实都有相应的这样子的模式 像是我们看到这个 他针对消费者呢 他就是有提出像是prime商品 商店卡 这样子的东西来给消费者使用 对 某一家美式卖场也是类似的概念 对就是你交会费年费大概这么多钱 然后两三千块 就像美式卖场是一样的 但我大家就会有个心态 我今天买了 我交了这个会费 我就要在这边买到足够的折扣 折扣数要超过这个会费 我才有被感觉 对这个会员才值得 所以他就推出了这样子的东西 那一定会有人去买的 然后他也推出了这样子的Visa的签账卡 然后提高现金回馈率 然后来增加他们的会员人数 就用回馈的方式来吸引大家花更多钱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你获得高盒回馈的原因是什么 是为你花了很多钱 对就羊毛抓在羊身上啊 对啊对啊 就像现在很多的拍卖平台 或者是网购平台也都有自己的联名卡 都是一样的道理 信用无价 接着还有就是有一群的消费者 其实就有些人不喜欢用信用卡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申办信用卡 他在做网购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困难 除非还有货到付款 那货到付款我要在家里等 或者是去超商领 国外又没有台湾这么多7-11 没有办法领 所以他们就有推出像是Amazon Cash 或者是Amazon Charge 这样子的东西 来提供类似儲值的服务 就是购买 像是我们去超商也买得到App Store的儲值卡 那你就可以用这些东西 然后登录之后把它当成现金来进行购物 所以他们也有针对这样子来推出 就是有一些点数的回馈啦 那这对商家他们要怎么去养他们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像台湾有很多的购物节 双11是大家买最多的 这时候就要进货很多嘛 因为大家会那时候会爆买 所以呢他就有提供这样子 类似借贷金融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本来就是我这边的这个店家 那我对你的信用状况 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以他从申请到放款最短就是只要5天 那他也不怕你还不出钱 因为他会直接从你的消费额中里面扣掉 所以他就是一个对亚本逊来说 他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不太有风险的一个业务啦 那他们借钱给卖家的原因就是说 那这些卖家借到钱之后就可以在购物节之前 赶快去进更多的货 然后在这个购物节的时候把它卖掉 然后再来还这一笔钱 所以相较于这个要像银行的融资 可能美国的这个借贷的法规比较严格 手续也严格 对啊 可能需要三个礼拜 然后还要就是 就是可能秀出各式各样的证明 甚至需要面谈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透过了 对于这个迁入市金融的方式 在对这个 不管是消费者 或者是说这个卖家 都是一样就是有这个 不同的这种结构的处理方式 没有错 好 我们也有请到专家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对不对 对应该是在讲说最近在台湾有引起话题 是说中国大陆有一个购物APP 它的海外版叫做 叫做 TEMU 它是中国拼多多的海外版 是 那我们知道拼多多之前冒出资安危机 会投资要还被下架这样子 但是TEMU现在也成为就是美国他们这个 商店下载量最多的一个购物APP 那我们就请到了旅美资深媒体人江淑涵 来问我们分析 这样子的爆红的电商 真的有可能会超越亚马逊吗 因为TEMU 他当初其实是在各处大大广告 等于是说我无论去点任何的网页 尤其是消费购物网页 还有我的 比如说Gmail的品箱 也都会收到就是类似的一些促销行动 所以我就也想了解说 之前在中国大陆那边的拼多多 是怎么样子想要在美国建立他的市场 所以我就试着去看一下有什么样子的产品 会吸引一般的消费者 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一般消费者 我就照我自己的需求去点点看 我就发现他的东西真的普遍都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就发现这样子的 就是小礼物商品 或者是比较单价低的商品 在TEMU这样的平台上面购买 是真的就是他的价格是比Amazon便宜 大概我觉得真的是至少一半 因为我相信那一半应该是来自于 可能Amazon平台去抽的佣金 或者是说他中间还有一些其他费用 那我就想说 因为美国其实是消费市场的一个地方 所以是应该要容易退货的 我就我就按着退货 我想说我大不了就是把它寄回去 就没想到我按了退货以后 他跟我讲完全连寄都不用寄 他就是直接把钱退到我的账户里面 他说可能要等三到五天 其实我当下我账户 我的信用卡账户已经就收到他的退款 所以他就连退货都很方便 我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平台 其实对于比如说我想要买比较不那么在意品质的东西的话 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平台 因为他很明显他就是要骗第一次消费的消费族群 那像我们是华人嘛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些东西都是从淘宝来的 或者是从中国的工厂直接来的 所以我就是会就我所需的方式 我就是比如说像风箱交代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他是哪里来都没差 因为可能全部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来 但他价格不同 应该是因为他不同的平台抽取不同的费用 他们的特色就是单价非常的低 然后量非常的大 以及会用一些非常fancy的照片来吸引人点进去 那尤其是他们会下大量的广告 让人不自觉的就看到广告 想要点进去试试看 但是因为这样子单价非常低的市场 我认为他们消费族群应该就是想要小个大袜的那一种消费族 但那样的消费族群 比如说在美国好了 可能会以西语义的为主 或者是非译的为主 但是他们销售的那个品牌的那个样貌 其实还是以华人为主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见得能够打到他们想要的市场 他像Amazon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必要性的存在是因为 Amazon他毕竟在美国市场已经这么的久 而且他不只是只有这些销售的商品 他其实是有很多服务在的 而且他还已经就是收购了美国这边的超市 所以他甚至是连生鲜食品 从生鲜食品到一般的消费品 然后到他他其实最主要 Amazon本身其实是书店 所以他其实那个书店的服务 电子书的服务 以及就是像是有生书的服务 这些我觉得这些是其他品牌是没办法取代的 而且Amazon他毕竟是美国的本土的一个电商 然后他在美国本土 就是建立了非常多就是美国本土的品牌只会跟Amazon合 他不太会就除了他自己的官网以外 他不太会再去跟比如说像TAMU这样子的一个拼多多 他拼多多里面他其实也有很多小厂商在里面 但是美国的品牌的就是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品牌 他不太会再去用TAMU这样的品牌去销售他的产品 假设我今天要买一个美国知名的品牌 然后我除了在官网我除了在超市 我可能下一个选择就是Amazon 我不会去选择说在TAMU里面去买美国制造的美国品牌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取向是已经非常明显 好我们看完购物的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接下来讲一些正能量好了 你看我们今天跟韦晨一起这个搭档 就代表说有很多正能量 韦晨这个整个节目都是笑哈哈 好我们接下来讲正能量分享给大家 这个大家看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如果是你遇到你会怎么做 好我们第一个看到这位是32岁的生长人士罗卡 他在3月19号的时候 有去跑拳马 他很厉害他完成了 他花了六个将近六个小时 是五个小时五十分钟五十一秒完成了拳马 但他其实是百分之七十六的生长 所以其实掉下跑拳马非常困难 我有看影片 他这个左手比较不方便 但是他还是很努力要跑到终点 也完成了 他是全球的首位 那这个的影片 在推特上面有超过744万人观看 大家边看边流泪 很感动 因为他是一位这个智障者 他是脑麻的病患 他六个月的时候 baby的时候就罹患了这个 泡疹病毒性的脑炎 然后当然就是脑性瘫痪 百分之七十六的肢胀 然后身体的左侧是没有办法 这个活动 医生本来还说他没有办法 这个正常行走 而且不只有余人士 可是他现在都已经活到32岁 还完成了很多不可能的任务 包含他很多运动赛事都有做 你看还有六场的伴马 甚至在去年其实他还结婚了 很棒很励志对不对 他也讲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你有意志力毅力任性 都可以实现目标 你的极限由你自己决定 哇讲完都起鸡皮疙瘩 他都可以做到 我们怎么可能不能做到呢 只是我们比较懒而已 人家很积极很努力 这是给大家的第一个案例 好第二个案例就是他啦 他是谁呢 他是今年这个泰国小姐 学美比赛的冠军 他叫做玛雅 他是一位跨性别者 但是他得到冠军之后很多人批评他 说他根本没有很美吧 说他跟美完全沾上边 外表不符合大众的审美 但是评审说我会给他 不是一般你们大众觉得美就给他 谁说我们冠军小姐是要这样子的 我们是要看他的自信跟才华 他令人佩服 为什么呢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面容 确实跟一般的长得不一样 因为他的双眼间距是比较大的 有他鼻子有后唇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他家族性的外胚业发育不良 他很多的兄弟姐妹都是类似的状况 他一开始真的是蛮自卑的小时候 但长大之后他决定变性 然后学习化妆 再加上家人鼓励 你看他走到这样子的境地 真的是美不是这个一般人 我觉得美很主观啦 其实有自信才是最美 我不要用什么外表来看 这个人好不好美不美 就看他心地善不善良 跟他散发出来的自信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棒的案例 跟大家来分享 好最后一个我们来讲 他他真的也很厉害 他是这个汶川地震的幸存者 2008年的时候他只有11岁 他就失去了他的这个右腿 然后后来就装这个抑制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在一个Catwalk 就是伸展台 他是在这个26岁的时候 当时他就是一个短视频的编导跟摄影师 那他就走上这个伸展台之后 大家说天哪超酷超火红的 也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这个有才艺之的人 也可以这么自信 那他现在更厉害 他现在是四川省的人大代表 然后也是最年轻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做很多 他没有想过的事情 那他现在酷酷的样子 但是他私底下非常爱笑 那他也说 其实他觉得活着就是意义 征服自己就是意义 那虽然他也有一个不完美的人生 但依旧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案例 都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不要把自己设限 我们要不断的超越极限 那不管人生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有时候稍稍思考一下 可能就过了 我有私起曾经也有过很低迷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说 我不一定要休息 我也可以躺着休息 就是我觉得那个心态是要健康 观念要正确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正能量 希望大家都有正能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